请问台北市有一名男子指控在车内脱口罩喝水 结果被警察开罚单 所以三级警戒规定车内是不能脱口罩喝水的吗 如果车内两个人是不是也不能同时脱口罩喝水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第二轮跟第三轮 坚持打莫德纳的民众居多 但网友识算根据台湾买到的量 其实不够这是民众打的 那如果网友分析说 坚持打莫德纳之后可能就要打国产 那指揮中心要怎么回应 那第三点是有专家认为说那个瑞典的研究报告 AZ加莫德纳混打的保护力抗体高出十倍 可以不用等国内医院试验的结果直接开放 混打可以冲高AZ的打气 指揮中心怎么看 谢谢 第一个当然不是为了要冲高打气 只要就是说如果效果好 要又能够增加涵盖率 那当然一取速得 不过我要稍微有一点提醒这个事情 然后很多种药物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然后它的副作用也不是这种马上打 马上就出来 那多一种的不同性质的疫苗 那当然就多一种疫苗的副作用的可能性 所以能够多观察一下国外施打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在这疫苗的安全性上面也会有帮助 当然一些相关的临床的实验 相关的一些报告 都集聚参考的价值 所以会有专家就这个学理上面 那跟一些结果面 那替大家做最好的一个抉择跟判断 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种 各种的这种可能性的长远的影响 也确实不是在短时间就能够完全都明白 那这都是一种选择 然后至于刚刚讲说什么 那个第二轮 第三轮 打莫德纳的民众 居多想要打的 那是不是等到后面有网友分析说 可能就要打国产 如果 这是国产 当然现在EUA还没通过 那如果有通过的话 那当然也会让大家来做选择 车内脱口罩的 车内脱口罩 要不然稍微讲一下 车内脱口罩 其实这都看它的一个必要性 以前我们在讲 就是說 如果在坐着 如果不能喝水 不能够脱口罩 地方 如果有喝水的必要 必要性 那就可能就可以 就是在里面稍微拿开来 喝一下水 这两个 这是一个是故意的行为 那一个是说它一个需要的 生理需要的一个 行为 这里面确实是应该要分 如果它就整个大辣辣就拿下来一直喝 然后一直在那边 如果就是它需要喝 稍微打开来喝一下 那这都需要 要不然 可死这也是一个问题 缺水 因为夏天这么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下 补充水分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都有强度跟它的一个故意 跟它一个需要性的 问题